松下SLS400 600 600C 三款机器 它的防震秒数是不一样的 光头系统一样 都带是光线输出 但是车机板的600C是不带光线输出的 其次就是车机板是不带线控的 然后我们先看600 600的线控 是带背光的 600的屏幕也是带背光的 它屏幕是带背光的 600 蓝色EL背光也是非常漂亮的 声音的话差距不是很大 然后可以干压400 对看600C的先 600C我先不开灯 600C的话所有的按键都是会亮的 所有的按键全部是亮的 而且这是带闪的 光头系统是一样的 这俩600跟600C的防震系统也是一样的 一个是不带光不带光线 一个是不带闪控 600C是不带闪控 不带光线 数码中低音火车中低音 现在就可以开灯了 我们看400 400是有蓝色 还有一款 黑色 这两个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其他的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线控是 这一条 是不带背光的 它跟这个600C的先控是不通用的 两个是不能互换的 但是这两款相控都可以开490跟390的音效 然后你看一下上了上600C的相控以后 它会非常延迟 而且显示乱码 所以说它这两个相控是不通用的 买的时候不要买错了 看你是给哪个机器用 是否还要绑吗 不用看一眼 没听过 鼓勤的 这两款机器也属于是松下比较好声音的机器 它的600 400都是非常不错的 读盘也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它这个光头系统的话 你要是光纤输出录音的话 松下的机器应该是首推 因为它的稳定度读盘的精度非常不错 比索尼那个要高 我说的是索尼的前期早期机器 比如说330光头331 333那些光头的机器 它这个稳定度要高很多 而且耐用度也是非常高的 不带线控600C是非常漂亮的 这款机器睡觉挺也不错 总体来说松下的这几款经典还是不错 400一个蓝色一个黑色 600的按键非常不错 属于是不是 我看这个是版本 这个是日版的 日版的按键属于是感觉是杜洛的 然后有个欧美版的 欧美版的按键就属于是灰色的 跟这个杜洛的手感是差很多 这个机器基本就这样 声音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光头系统便宜 好用 耐用 以前您叫国家 两样的属于是灰色规划 一样的项色 一直请到明天